我以前有拍到靈異照片 然後我就是自拍 就看到有一個白色的影子 然後你看得出來是一個小男生 請你現在就離開他的身體 他講完這句之後 我就醒來 我全身都是汗 上集網友分享的撞鬼經驗 是不是聽得意猶未盡 這次下集的鬼故事更猛更厲害 準備好備用褲子 免得嚇到尿褲子 我小時候我有一個很恐怖的是 我以前有拍到靈異照片 因為我是馬來西亞人 所以我在馬來西亞有舊家 我自己在我房間就躺在地下畫手機 然後那個時候我想說 突發奇想 就是想說自拍一下好了 我就背對我的書桌 然後我就是自拍 然後我想像就是自拍那張 應該是超級黑 看不到什麼東西 結果一看的時候 我就整個一起疙瘩 是因為我拍到 就是我書桌底下那個洞 就看到有一個白色的影子 然後你看得出來是一個小男生 他就是這樣 然後我 就是我那時候隔了好幾年 我就跟我姐聊這件事情 他就說 他那時候其實有一次 就是也是我爸媽不在家 他就走上二樓 我就躺在床上睡覺 他就看到我旁邊躺了一個白色的影子 躺在我旁邊睡 然後他那個第一反應就趕快走回去樓下 就當沒事 直接轉身後突然是逃脊搖搖 我可以分享一個我之前大選 很喜歡去學校附近的河濱公園騎夾車 想說晚上就可以騎夾車散散行 那一天晚上我想說 誒 右邊都沒有騎過 那我就騎看好了 然後我也不要倒號 我就一直騎 然後騎到我膩了我就回來 旁邊的都是那些比較荒野的地方 然後我就隱約看到有個小路 是可以轉進去 我自己就很喜歡去這種很奇怪的地方 想說反正都來了 那就是要進去幹什麼 然後我就騎進去 可是我騎進去後 然後我的頭皮就會發麻 然後我之前經驗就是我的頭皮發麻 就是好像有一些就是好兄弟在附近 然後我就趕快騎回正軌 然後我繼續往前騎 然後我就看到 誒 我前面有一個女生 竟然有人大晚上也跟我一樣在騎一家的車 我才往下就是看一兩秒 我就抬頭 我就發現他不見 我前面第一個反應只是覺得騎有夠快 可是我大概等了兩三秒 我就想說不對 所以我們的路是這麼直的 就算那一兩秒 我還是應該會看到他的背影才對 我會直接不見 然後我那個時候頭皮發麻就真的很嚴重 就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說好 我好像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我就回頭 然後我騎回頭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你騎腳踏車的時候不是可以變速嗎 可是我覺得很像載兩個人的感覺 你不太動 對 我就一直很用力的騎 我就很緊張 然後我就往前騎的時候 我就突然聽到我左邊的耳朵 有一個女生笑的聲音 就是 呵呵呵呵 這種聲音 我是真的被嚇到 我就 壓快速度 我就被人摔車 因為我聽到那個笑聲真的很毛 就是很近 跟你耳朵跟你講爆料 弄起來 所以我隔天就去學校附近的一個宮廟 我就去走一走 然後就是掃個響 就沒事這樣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硬要喘 那個時候剛好是七月的時候 就看到 就是路邊花圃裡面有一個玩偶嘛 日本的那種炒製的那種娃娃 可是我那一瞬間我是嚇到 我抖了一下 就很可怕 然後我也沒把這件事當一回事 然後聽音樂走路回家 聽到就是有人叫我的名字 然後我就 八個金拿下來往回頭看 就沒人 然後我就想說 聽錯了 走回家之後 我要脫鞋子 我就看到有一個影子 靜雯的家裡面 我就覺得我可能太累了 可能看錯 我睡前我就去廁所 然後那時候就是洗臉 抹上去之後 我就投胎起來 要看一下就是有沒有洗乾淨什麼 我後面的毛巾就是被扯下來 然後我當下我就是整個 被急發麻 我就連也沒衝 我就直接衝到房間 躺在床上 我哥就轉頭過來說 我臉上的泡泡都沒洗 然後我就說 沒事我想休息一下 後來我又回去 走回去 我還是要把他臉洗 你還想走回去 恐怖偏離走 回去下場都不太好 從我那天有一個影子 進到我家裡 來那時候 我都不一定會在我洗完澡 要擦身體的那個時候 就會聽到敲門聲 就是這樣敲兩聲 一開始就覺得是 哥或者是誰要用車 不是說誰 我等一下就好了 可是都沒有人回 剛開始我覺得這沒怎樣 因為我們樓上也有住人 會有一些敲擊聲 可是每天都是這個 同一個時間會有敲門聲 我覺得很困擾 但是我當時還沒有感到害怕 你這樣還不害怕 我已經要吐出來了 其實我覺得有點煩了 那天一樣是我假日起來 我就洗澡 然後這一次我就不掀不擦 我就直接把門打開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看客廳沒有東西 然後我就看房間 我跟我哥都有一個椅子 然後我哥的椅子 就這樣被抽出來 反正我就跟我媽講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說 不然你跟 不然的事情說 因為我也不知道 怎麼跟神明講話 所以我就說 不好意思 就是我聽說 你們好像7月的時候 都不會在 但是我就跟你留言 我就把那些事情告訴他 然後就說 如果你有回來 後來可以幫我處理嗎 就是快到 門關的那段時間 我有一天就是 我在玩電腦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很想睡覺 然後我就想要走到床上 可是我到一半我就 失去意識 然後我就做了一個夢 我跟我爸媽去一個 很高的辦公大樓 然後我們就坐手機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女生 跟我交錯的時候 他就說 你跟我來一樓 然後我就坐手機下去了 就是在大廳也遇到那個女生 然後他就叫我跟他走 那個大廳旁邊 兩邊都還有一個樓梯可以下去 他就叫我站在上面 然後他自己走下那個樓梯 然後他走下去的時候 然後我的腦中就一直響起 這一個月來 就敲門那些聲音 就會一直在我腦中響起 我就變得很混亂 像是痛苦想要叫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就已經走到 那個階梯的最下面 然後他就感覺像是在對著一個人講話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請你現在就離開他的身體 他講完這句之後 我就醒來 醒來之後我全身都是喊 從那之後就沒事了 那個女生是什麼 觀世音的化身 我後來就是不知道 就那個女生到底是誰 所以我就有跟我媽講完之後 他就7月過後 我們去一個固定的廟裡拜拜 那個廟裡面的主持 我就有跟他問起這件事 我不會問他 說就是我只想知道 那個到底是不是家裡的觀世音 對就是 兩年前那時候 我跟我女朋友坐在一起 然後我們半夜11點 然後我女朋友的朋友 突然說要不要去跑山 我那時候跟我女朋友說 確定這個時間要跑山嗎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時間 跑山超奇怪的 很容易發生事情 然後那時候是去那個 高雄的岡山 那時候要往山上的 那一條路的時候 我在過程中 就是覺得很不舒服 左邊是一整排的那個路樹 我一直看到 有一個黑色的螢幕在跑 然後後來我們就 上去到一個景觀咖啡廳 看GoGoMap我才知道說 我們剛剛經過的 左邊有一個公墓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很不舒服 就很像那種 運動玩然後很喘這樣 可是明明就只是騎車而已 然後我們就回家 後來 他早上去上課 中午回來 睡個午覺 他又突然很緊張的起床 然後就說他做了一個惡夢 他又說他夢到 被一個 阿伯追殺 然後他又被嚇醒了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腦袋就突然 浮現一個 阿伯的樣子 然後我就描述那個 阿伯的無關 然後我連他穿什麼衣服 穿什麼褲子 都講出來這樣 看是不是同一個人 然後後來他又說 說是是他沒錯 然後我就說 我們先不要講那麼多 我們先去收金再說 那個幫我們收金的人 是一個阿姨 然後那個阿姨就說 欸你們怎麼會知道 要來收金這樣 我就說 就是有做的那個夢 然後我也知道那個阿伯 可以當怎樣 他就問說 我們是有去跑山 我說對 然後他就說 是我們跑山的時候 他過馬路的時候 能撞到他 然後他就跟著我們回來這樣 他說如果我們再玩個 一天 可能明天再來的話 我們會有 蠻嚴重的事情發生 因為他說那個阿姨 好像蠻兇的 真的假的 好恐怖啊 那一天開始 我女朋友就覺得我超可怕 當然你們遇到那個收金 可能法力也蠻深的 他一開始也不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來收金 那一天明明就是夏天 而且高橋很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想要從外套出門這樣 他先收我女朋友 然後在收我的時候 然後我就講說 就是我們有發生過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 他沒有看到 叫我把外套脫下來看看 然後結果把外套脫下來 太太看到我後面有一個阿伯 那你有看過 看起來不像人的嗎 我就有看過 看得出來是人 但是他的行為很不像人 所以要下一個故事嗎 我跟我女朋友那時候剛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她是 在學校附近租房子 然後就有一次 我們從學校下課的時候 要去他家 門一打開就會看到那個衣櫃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衣櫃上面 有一個黑黑的東西 趴在那個衣櫃上面 然後就看著我們兩個 他又發出那種很刺耳的聲音 可是我女朋友是聽不到的 但終於 身在尖叫 很高分貌的那種聲音這樣 我那時候就突然抱著他 然後直接往電梯衝 我會嚇到了 然後我們先到那個巷子口 我們就先在全家都坐著 然後我再跟他說 我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才叫我趕快下來這樣 然後他下面有那個 我就說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明明就沒有什麼風 可是那個葉子一直在動 因為我看到那個黑影在那個葉子裡面 然後在玩弄那個葉子 可是你說他不像人的意思是什麼 那是因為他出來的時候 不是兩隻腳站的 他是有點像大法師那種爬著的 狗的那種感覺 然後用爬的爬出來 然後爬超快的 隔天白天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大樓的管理員 然後我就問說 這陣子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對 那個大樓管理員說 那個時候的五六年前 有一個女學生在對面動大樓被尖殺 沒有處理好 而且前面我女朋友有說 她在睡覺的時候 有感覺到她的手被人家動的那種感覺 全部鬼故事你最喜歡哪則 留言告訴我們 鬼月還是乖乖在家別亂跑 怎麼寫來一下 鐵墨效果啊 我不是演员出生的你知道吗 你可以斜杠发展